当地时间8月9号在中方代表主持下 联合国安理会就当前全球反恐局势 举行恐怖行为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公开会 中方就有效遏制和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威胁 阐述中方立场 呼吁重点帮助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非洲国家提升反恐能力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 安理会反恐委员会等联合国反恐机构 要将工作重心和资源向反恐能力建设倾斜 支持发展中国家在立法 司法 执法等层面提升反恐能力 反恐需要综合施策 标本监制 致力于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 打击恐怖主义必须摒弃双重标准 反恐行动要遵守国际法 尊重各国主权 不能损害相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国际社会20多年来的反恐事件表明 不能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反恐 以反恐之名 行军事干涉之实 公然侵犯其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只会造成更大灾难 伤及无辜平民 甚至给恐怖势力滋生蔓延提供温床 中方在发言中强调 中方将继续通过实际行动 帮助支持非洲 中亚等反恐前沿国家 加强反恐能力建设 为有效应对恐怖威胁 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 不许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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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可疑